近日乌克兰和卢斯发生冲突的主要地段 段巴斯突然出现一支神秘的特遣部队在游走 着实让不少人惊讶 这支部队究竟什么来头 是来自哪里 帮助的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 据多方调查发现 这支部队是来自英国的军事特种部队 来到段巴斯的使用的理由 是参加乌克兰的军事训练 检查相关潜线阵地 不过有专家认为 英国部队来这里的主要目的 应该是介入乌克兰冲突 并且显而易见的是来帮助乌克兰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美国最近频频联络北约各国 意图让美国当年一呼百应的局面再次诞生 并且还要借此机会直接对抗中国以及俄罗斯 虽然有一些北约国家不愿意依从美国 但是也有不少国家是愿意跟着美国的 比如英国这个依然铭记日不落的国家 都不断跟着美国在各地搞事 一边派航母跟着美国到南太平洋参加演习 一边还在不少北约盟国行动中处理 这不得不让人感慨 脱离欧盟的日不落地国还真是够忙的 话说回来 竟然此次事件中看似是没有美国的手脚 但是美国如今在乌克兰也是有一股不小的势力的 英国想在美国眼皮子底下做小动作 着实有点为难 所以这次要么就是美国默认英国可以做 要么就是美国自己受益英国这样做的 或许美国还许下了什么好处 而且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也是一笔烂账 在发现英国军队在顿巴斯之前 美军的P-8A反潜巡逻机 联合北约蒙国的军舰 在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之间 追随了俄罗斯潜艇整整三天 而其中原因仅仅是因为俄罗斯的潜艇 很可能对美国航母有着重大威胁 在某一天的时候 直接对美国航母进行攻击 从而暴露美军弱点 随着到目前为止 美国航母依然不敢渡过这个海峡 那么英国参加此事的好处在哪里呢 其一 获得美国的好感 从美国压箱底东西中搜罗点好处 其二 增强英国军队在世界的影响 预想复辟当年的大英帝国 不过算盘虽好却有翻车风险 就像近日 俄罗斯媒体就意味深长地报道了一篇 关于英国伊丽莎白号航母 被俄罗斯使用电子站给击毁 变成一堆金属废片的报道 从这一点来看 俄罗斯一个不高兴 应该就只能结束游戏了 之前围绕着乌克兰航发企业 马达西奇收购案 我们知道由于美国的干涉 最终中国企业的心血付出东流 而中乌双方也从此前的友好合作 沦为对补公堂 如今马达西奇事件又有何新进展呢 根据俄罗斯媒体科学技术网站近日爆料称 在去年9月份 中国企业变向国际仲裁机构 对乌克兰提出了索赔要求 随着双方争议不断加剧 中方的索赔金额也在不断上涨 中国投资者希望获得35亿美元的索赔 到了今年2月份 又增加1亿达到36亿美元 而最近 中方向乌克兰方面的索赔又大幅度上涨 已经达到了50亿美元 据获悉 尽管在此前 中国企业在收购马达西奇的过程中 投入了1亿美元 但中方表示 除了直接出资收购马达西奇 中国企业还未接收马达西奇 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 向中国企业未承接马达西奇产业 从银行贷款25亿美元 在国内建造工厂 但由于没有获得马达西奇的所有权 这笔投资很可能会打水漂 因此索赔数十亿美元是合理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 随着时间的增加 中国企业不断提升索赔的金额 恐怕也是给予乌克兰方面压力 毕竟乌克兰当局如今想靠拖延 来延迟马达西奇问题的解决 并且趁其争取国际的支持 但从当前形势来看 也只有乌克兰自己在此撑着 实际上 乌克兰最该求救的应该是美国人 毕竟当初就是美国人插手 导致中国收购马达西奇失败 而从此事也可以体现出 如今乌克兰当局也是一心倒向美国 而且似乎是为了打消乌克兰人的后骨之忧 美国军事企业黑水公司的创始人 也是表达了收购马达西奇的愿望 似乎美国人愿意接受马达西奇 但真的是这样吗 俄媒在文中对于美国人的诚意也是提出质疑 俄罗斯人表示 他们对美国人投资马达西奇持相当怀疑的态度 因为美国并不需要乌克兰的航空与发动机公司 他们最终目的是通过关闭中国与乌克兰的军事交流 来阻碍中国获得马达西奇的技术 既然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根本没有浪费钱的必要 美国人的承诺恐成一纸空文 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乌克兰当局排除掉中国企业后 黑水公司也没传出收购的动静 而此前一直对乌克兰人反复叮嘱了美国官员 似乎再也没有声音了 至于马达西奇最终的死活 美国人才不会关心 乌克兰这一次又被美国人欺骗了 过去的国之重企马达西奇如今成为烫手山鱼 近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即将换任 日前还担任司令员的 依然是那个对中国充满恶意的戴维森 而且在换任之前的 关于中国问题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 这位野心勃勃的司令还再次变相地渲染中国威胁论 甚至提到 中国将会在十年内收复台海的目标 很有可能在六年内就完成 戴维森表示 中国目前正在加速各军事领域的全面发展 特别是海空军的现代化建设 而且中国也已经完成了相当一部分的目标 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 中国将会在2050年全面超过美国 对于这样严重的问题 美国应该何去何从 对此戴维森为自己预言的未来提出了解决办法 依旧是老调重谈 说美军光靠自己是无法拦住中国发展 所以美军应该加强和盟友的联系 在周边建立更多的军事同盟 戴维森为了使得自己的话更加可信 还不断地添加了一些被美国夸张就解读的事情 比如中国军费预算增长6.8%的事情 而美国军费才增长1% 从字面上看确实是事实 但是美国怎么不看原来军费的基础含量 就算中国增长了6.8% 美国只增长1% 美国的军费依然是中国的三倍之多 这一番言论不仅把此前针对中国的威胁论 再次变相地渲染了一番 还对其进行了更夸张的解读 其实都说印度才是洗脑专家 但是美国其实也是不慌多让 不仅让不少不了解中国的美国人相信了这个事实 也让美国很多高官也相信了这个事实 值得一提的是 针对美国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变相宣扰威胁论 中国外交部也对此进行了回应 而且还是一针见血直指核心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美方一些人不断地宣扰威胁论 不过是为美国想要增加自身军费 扩张军力干涉他国事务而找的借口 所以说美国这一次一次的挑衅中国 不断夸大中国发展拼命打压中国 从表面上理解是美国未来为了维护自己霸权统治地位 拒绝有人超过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 但是再仔细联想一下 其实就是美国已经看到了自己必败的未来 或许一部分美国人是想要减缓衰败延长寿命 而另一部分的美国人却想要在美国衰败之前增强自己的实力 以便在美国落败后分裂出去形成自己的力量 一个想要除掉新生代稳固地位 一个想要借机揽权 最后中国就遭了驰鱼之殃 在3月9号 环球时报援引了印度军事网站防务试点的一篇文章 该文章认为 以055型万吨驱逐舰为首的中国新一代海军力量 正在快速崛起 并在亚洲及周边国家形成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海上力量 并没认为 它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 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海上交锋中 美国或许不需要担心它的存在 但美国的其他盟友们该怎么办呢 该文章认为 055型驱逐舰是一个极具现代化的海上单位 同时拥有美军提康德洛加级别的能力 也拥有着很多美军诸姆沃尔特级别的技术力量 庞大的体型下拥有全新的雷达系统 远超同级别对手的火力优势 一经问世就在亚太难有敌手 而且055型驱逐舰将会成为航母编队的核心力量 这也意味着一个综合能力更加齐全的海上战斗编队 介于这一观点 印媒还颇具内讧口吻地表示 这种情况下如果在海上遇见 美国或许仅仅是对此保持谨慎试探态度 但是作为参与到美国对华同盟的各个盟友 比如印度 日本 韩国等国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美国人可以是不怕其他人怎么办 有观察人士怀疑 印媒这个内讧的口吻很大概率是向美国哭穷 想要美国高抬贵手卖点先进装备给印度 值得一提的是 从近几年的中美关系走向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正是因为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发展 让美国不得不时刻面对着自己的落后焦虑 而这种落后焦虑的直接表现就是 原本中美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 转变成为了以竞争为核心的关系 这种情况下 为了防止被中国在多领域超越 美国在亚太的一系列动作 就是为了保证在最后时刻 美国可以通过利用武力的方式 阻止这一情况发生 为此我国加速国防建设 可以说是被美国的压力逼着向前推进 而显而易见的是 在未来我国海上新式装备 将会越来越多的呈现出来 而对周边一些心怀鬼胎国家的威慑力 也将进一步提升 但尽不开心是否会就会越来越来越多的那种 Guru 共和国家的威慑力逼着